阿里高原 高寒缺氧 紫外线墙 驻守在这里的边防官兵身上都留下了高原的痕迹 皮肤科主任刘树雷成了医疗队里最忙碌的专家之一 李永洪是一名在边防服役16年的老兵 头上的皮炎一直让他很苦恼 我这个皮肤病十几年里一直很困惑着我 当他们看完以后给我开了药方 给我打了一针 感觉一下子好得了很多 看似是解决了我们官兵面子上的问题 但实际上也联系着我们官兵的小心思 我们真做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也希望从外到内都变得更加可爱 更好地为祖国守好边数好方 医疗队除了送医送药 还送来了临床经验与诊疗技术 这对于军医王学磊来说 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前期我们也配了这个仪器 但苦于不会使用 这次给刘主任学了很多相关的技术 后期我们也可以开展相关的医疗工作 这点是我特别开心的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